各位全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转身白车土信 还有这个高泰玛穿掌 这个经济独立 这个时候我们是左腿独立 所以说这个动作叫做左经济独立 打到第二个栏杆是右腿独立 所以说这个叫做右经济独立 但是也有一手来叫 一手来叫的怎么叫 就是他打到这里的时候 是右手在上 右手在上他把这个叫做右经济独立 然后再打到这个呢 是左手在上 他把这个叫做 左经济独立 其实我们练这东西也不必为名字而反转 就是说只要我们练好这个招式 他明白这个东西就行了 好了我们再回到下次上练 当我们下次完成以后 手藏在背后放在这也行 我的练的习惯性呢 然后像确动一样呢 再往下一层 后脚也就是我们的右腿发个力 往前蹬 重心迁移 这个手下去的时候呢 变成早 变成早 直接向下 往前穿 穿到前面的时候呢 重心往前走的时候 左腿穿到左腿 左腿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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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左手往上穿 接着把我们的右脚呢 戴起来 戴起来 右手往下穿 左手往下穿 这呢 是一个经济独立 就是说我们叫他左经济独立 右经济独立都没关系 你明白这个东西就行 好 然后呢 胸胖下沉 右脚后侧 不要折射 要带着外胎的意思 然后呢 右手往下穿 左手往上穿 你看 右走的一个经济独立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 从这边 下手 左经济独立 右经济独立 好 再打 就是倒脸猴 当我们左手在上的经济独立完成以后 下面呢 就是几个重复的动作 首先让我们来练三个倒脸猴 大家注意看这个接手的时候 接手什么 从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左手在上的经济独立 好 我们就把它叫做 暂时叫做左经济独立 好 左经济独立 你看 完成以后 就是我们的右手 翻掌 往后脱 这个跟我们做褂蟹 褂蟹 不然是一样的 翻掌往后脱 翻掌往后脱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左掌往前伸 往前伸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这个左脚往后伸出去 如果要发力的话呢 就找这么一个感觉 大家看看 对吧 就这样的呢 好像有后踹 好 再看看 好 这个时候呢 是右倒脸猴 后面的动作呢 就是重复的了 把右倒脸猴 完成以后呢 我们走一个 左倒脸猴 接着呢 再走一个右倒脸猴 跟前面一样 倒脸猴呢 我们走单数 走成右倒脸猴 3 5 7 9 11 都可以 好 打到这个单数以后呢 鞋飞式 这个也是重复招式 好 紧接着 提手上式 还是重复招式 然后 白鹤亮翅 还是重复招式 抖销布 还是重复招式 海底针 还是重复招式 闪通背 还是重复招式 下面变啊 我们第二段 打到这里的时候呢 打的是一个 转身 披身拳 但是第三段 打到这里呢 从闪通背变什么呢 变转身 白蛇吐性 实际上 它就是手型上的一些变化 这个招式变化并不是很大的 当我们闪通被完成后呢 转身披身锤 扣前脚的时候呢 后手呢 变拳 打出来的对不对 这个呢 叫转身披身锤 白蛇吐性呢 就变了 就是我们右手啊 不要变全杆 特货身锤 依然是爪 从这里穿出去 像白蛇吐性 其实啊 在这个 陈日泰拳管 二路炮锤里面 它一旦还有这一招 白蛇吐性 对不对 连吐三下 它一旦还有这招 这个就可以看出 还是说 陈日泰拳和陈日泰拳的关系 好 第三段 白蛇吐性 穿过去以后 基本上和前面相关 然后手 拉下来 再拉出去 这个时候 变拳 拿出去了 为什么呢 这后面再接啊 就是接这个 进步搬拦锤了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转车白蛇吐性的问题 后概说是走 穿 下岸 再走 它和披层拳不一样 看 披层拳就是拳出去 对不对 这里呢 看 它就不是拳了 背词吐性 对 吐 下来 当然了 这个白蛇吐性 其他流派也有另外一些练的 有的白蛇吐性呢 它是这么练的 是差不多的 它依然是变成拳 但走到这里的时候变长了 然后走下来走进步搬拦锤 白蛇吐性呢 也有这种练法 其实我们不必拘离于形式 我们只要把这个劲儿练好了 这个拳掌 不是我们说怎么变就怎么变了 这个套路呢 反正开始练的时候 我们按谁的 学谁的套路就按谁的来 但是练熟了以后 通了全力 通了全劲以后 我们就不要再拘离于招式了 好 大家看啊 我就按我的来 转身白蛇吐性 好 也全滚 然后又是一个重复的招式 进步 搬拦锤 上部 揽车尾 还是重复的招式 好 转动式 多余 单边 依然是重复的招式 再接着 匀手 还是重复的招式 然后单边 还是重复的招式 好 我们二路啊 就是不是 杨氏太极拳第二段啊 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变穿掌 对不对 变穿掌以后 接着就是打分角 把这个 右分角啊 再打左分角啊 但是第三段打到这里呢 变了 它变什么了 高碳码 还是高碳码 但是叫 有的说法叫高碳码穿掌 有的中间老师说 他带个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高碳码带穿掌 那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单边完成以后 高碳码的招式不变 走到第二段这里 你看我们抹 就开始走分角了 但是 我们 第三段练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说 高碳码完成以后 下面一个是穿掌 这么来的 大家看啊 高碳码完成以后 你看啊 我们的右手 也就是我们前手 顺势顺缠裹下去 往我们的这个 左腹 就是往我们的左边裹下来 然后 封手 然后 左手 左手啊 以指尖 为力点 向前探柱 右手 顺缠 右手顺缠下 左手创裙创裙创裙 它不一样 我们刷下两者的区别 我们做到这个 转身白色土星的容感 它是 左手下岸 右手穿的 而且坐下是虚部 什么是虚部呢 就是重心啊 在我们的后腿上 重心坐在我们的后腿上 虚部 是左手岸 右手穿 而这个高碳马穿掌不一样 高碳马穿掌呢 是右手腕 左手穿 而且 下面 它是一个小公骨 它不是这样的大公骨 它类似于一个 小公骨 这个呢 叫做 穿掌 叫做这个高碳马穿掌 高碳马穿掌完成以后呢 是一个 转身十字腿 其实我们把第二段的腿法都练熟了 这个转身十字腿就非常好练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我们左腿在前对不对 中跨重心略微下伸 左腿十转内扣 往两手往前